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昨晚的最高理事会会议结束后 巫统总秘书阿莫·马兹兰就召开记者会指出 巫统最高理事会决议第十五届全国大选必须在今年内举行 国会须在近期内解散 而首相将根据联邦宪法第40卦五一条文 向国家元首建议国会解散的日期 那么国会到底会不会在近期内解散 即在今年内举行大选呢 首相伊斯麦莎比利就说等宣布吧 他是在出席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 与会展中心举办的全国教学专业自公会特别大会后 被媒体追问时回应者巫统总秘书阿莫·马斯兰 已在昨晚发布了有关解散国会和举行大选的声明 他指出我们就根据有关声明吧 这项决议已在巫统最高理事会上获得通过 并强调尽快举行大选是巫统一直以来的立场 这并非新课题 我们要还政于民 让人民重新赴权选出新的政府 另一方面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表示 首相将会向国家元首提成解散国会的日期 以便举行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他说巫统领导层在平等共识和团结精神下 并为了人民国家和党 以取得一个非常重要一致性的决定 他今午在脸书发贴文和照片 宣布首相将会在近期向国家元首提成解散国会的建议 照片中显示巫统同仁正在开会 而除了他之外 出席者上有巫统独立主席莫哈莫·哈山 和总秘书阿莫·马斯兰 另一边乡 随着阿莫·马斯兰昨晚宣布今年内必须举行大选后 多党的领袖都跳出来抨击巫统只顾大选 顽顾名声 其中土团党副总裁莫哈莫·拉兹认为 乌统最高理事会议决国会需在近期解散以便在今年内举行大选的做法 说明乌统认为他们比较大 但实际上乌统并不知道人民才是最大 也是教育部高级部长的 莫哈莫·拉兹就披露 一旦大选近期举行 冲坐投票中心的学校也准备就绪 若一旦水灾来袭 学校则随时可冲坐水灾疏散中心 而当巡集安排人力方面是否会出现吃紧的问题 他则回应说 眼前应该处理人民所面对的紧迫性问题 并寻求解决方案 但却有人另有想法 某些人将政治利益凌驾一切 让人民陷入困扰中 此外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则谴责 乌统总秘书阿莫·马斯兰 代表乌统最高理事会 在昨晚发表的媒体文告 是傲慢不尊重联邦宪法 且有为国家元首在解散国会事业上 所赋予的斟酌权 他发文告声称 在首相觐见国家元首 即在获得预准解散国会之前 就如此对外宣示有关解散国会的事宜 这在我国的历史上从未发生 这岂不是一向背叛国家元首的行为吗 他要提醒乌统 他们目前只有38位国会下议院的议员 在国会只占了17% 不能被放纵和自以妄为 仿佛他们今日还是国会里占多数最大的政党 而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 则对巫统罔顾人民的性命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决定近期举行大选而感到失望 他说国家目前需要面对种种的问题 包括水灾发生时如何救灾 及聘经济等问题 然而巫统完全不顾不问 这也再次让人民看到巫统的真面目 换个焦点 交通部长魏嘉祥宣布 大马民航局CAAM 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 国际航空安全评估中重返第一级 目前仍在国际民航组织 蒙特利尔总部展开官方的他 今早通过视询的方式召开了记者会说 在解决FAA所提出的33个问题后 大马已重获第一级安全评级 他还提到 随着大马航空安全评级回复至第一级 我国的航空公司将能增加往返美国航班 或与美国航空公司共享代码 这将有助于航空领域的辅甦 患者新闻 截至9月26日 人力资源部已批准54万1315个聘请外劳的配额 其中436613个配额已缴付人头税 该部今日发文告说 国内现有130万名外劳 再加上新批准的外劳配额 几乎可满足业界对外劳的需求 该部门指出 大马对外劳的需求大约是180万人 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数日 并说目前有130万名外劳 在获准聘用外劳的领域 包括非正式领域 同时有逾61万2千名的外劳已注册 并通过所属国的外劳安全及健康检查 37.3%或22万8千321人的签证申请已经获批 正在向移民局查询并等待入境的时间 这节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